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善的国家 热心的河北人民让我在意乡感受到了有限的文明 也希望我的父母和妹妹也能早日来到中国发展 接下来就听听我来河北这些年的心里话吧 大家好 我叫奥斯曼 是华北理工大学的一名外籍教师 2015年我满怀着好奇与憧憬 第一次来到了中国邂逅美丽唐山 在这里我看到了水天以色 冲卵叠战的优美风景 感受到了源源流长博大精神的中华文化 也遇见了很多热情好客 乐于助人的唐山人民 这些美好都让我深深地爱上了中国 在唐山生活期间 我常常和朋友一起去南湖景中山游玩 欣赏自然风光 在青东陵卵州古城 感受深厚的历史地域 到唐山抗争纪念馆 开轮国家匡山公园 体会唐山人民 顽强拼搏的宝贵精神 我还常频频去看皮影戏 这些独具特色的河北文化 让我领略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神 唐山不仅景美 文化美 人更美 记得有一年冬天 凌晨一点多 夏日大雪 我突发记性疼胃炎 中国治疗者直到后 立即带我去了草飞店区医院 经过医生检查 我必须马上做手术 但因为区医院不是留学生保险订店的医院 所以我只能去唐山医院做手术 而当时区医院的救护车都去送中症患者了 哪儿也找不到车 正在我们心机一如焚时 那位与我苏不相识的医生 亲切地对我说 小伙子别担心 我让我妻子开车送你们去 就这样我们被无常地送到了唐山医院 从草飞店到唐山区区 轻易跨山海 虽然是寒风策骨的冬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